由于近期有不少的公众活动 都急速演变成一些暴力的事件 在经过我们风险评估之后 接下来在星期六、星期日 有个别的游行集会的通知 我们在这里已经作出了反对 一直以来警方其实都非常尊重 市民表达诉求和权利的自由 我们也非常希望可以协助公众和平 进行这些集会和游行 但在这段时间我们其实看到 一些公众的活动都出现一些混乱 而且事件急速地升温 往往在一瞬间 会演变成一些暴力的事件 而影响在场人士的人身安全 我希望在这里呼吁示威者 停止所有暴力的行为 也都向公众作出呼吁 未来不同的地区都会有人发起一些集会 或者游行 当区的居民要时刻留意警方的消息和发布 我们也会继续透过传媒的平台 去更新区内最新的情况 一旦有一些暴力事件的发生 市民应该是尽快离开现场 确保自己是安全 感谢观看